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星期六的亞洲新聞 又是我和大師和大家做 昨天就是過冬 昨天也很重要 原來有幾年沒有做冬 我和其他家人因為疫情 有很多人都在家吃飯 我連在家吃飯 昨天就和其他親戚朋友出來一次過做冬 都很開心 昨天氣溫很冷 現在也很冷 本來是散步的照片 但我都不散了 我散了 然後就很冷 你去哪裏做冬 我有吃飯 總之是吃中菜 但其實應該吃西餐比較好 因為通常我是鬼屋自己吃中餐 中國人自己吃西餐 那你昨天吃中菜的地方爆不爆呢 不爆 你呢 我昨天去了九龍城吃泰國菜 但你不是吃中菜嗎 我不是吃中菜 我是吃中菜 市道都很蕭條 但我打算自己吃泰國菜 因為沒有理由做冬吃泰國菜 所以要看中菜的環境 我的朋友是炒散的 昨天去了中式酒樓 普遍來說 中式酒樓都不夠人手 有個報道說 旺角那間倫敦大酒樓 就算一百二十個全職員工 都不夠人手 我解釋一下 香港現在最缺乏的是低端人口 是全部不夠人 然後最多的是人才 讀書的就是讀書式自尋 然後你就要引入人才 最多PhD 然後你就要引入人才 你搞什麼L 我真的不太明白 對 香港最多的是人才 那個報道說 倫敦大酒樓 人們隔兩個月前 都訂了桌子 都訂不到 我們昨天三層 只開了兩層 營業額是二十幾萬 為什麼開不了三層 因為人手不夠 我朋友去炒散 都在中式酒樓 都撿頭撿尾 昨天晚上做了七個小時 九個水 其實都 七個小時九個水 香港最多是幾十元 香港最多是幾十元 是幾十元的 是幾十元的 是對 如果九個水 就是一個月兩屁多 那你不是這樣算 只是炒散 我知道 假設你這樣成功 是的 他去了炒散 都說很多人 那間中式酒樓 不過是屋邨 屋邨是爆了 據我所知 其他地方比較弱 情況就是這樣 好了 大家早東快樂 這幾天聖誕節 天文台都會報道 氣溫也是很低的 又是那句 看著老人家 我想昨天晚上 少人出來吃飯 都是因為冰 今天九至十四度 明天十至十七度 星期一十 一至十八度 星期二就是十四至十九度 星期三就是十六至二十度 還有不要挑戰這個低溫 因為前天有一個人在大帽山 不知道現在找回沒有 上去行山就失蹤了 我想就算找回到 搞定警方是封了大帽山的 即是再不讓那些人 你知道那些人會喜歡低溫上去 為什麼呢 不知道 手殺掛 好像駕鑲情證 如果你低溫 開車上去就明白了 好了 低得上去 現在不流行開車 現在動一點就自己 走來飛來飛去 現在不知找回沒有 看看又如何 好了 有一宗新聞 就是和黎智英 開審了 第一回合的交鋒 是昨天 因為昨天我們做完之後 發生了事 是的 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 和蘋果亞報三間相關公司 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 並被控勾結外國勢力 及串謀煽動等罪名 在12月18日開審 第一個星期處理法律事務的爭議 辯方指 黎智英被控串謀煽動的相關罪名 根據煽動罪的條文 雖在六個月後提出起訴 但是控方就超出了期限 認為法庭沒有司法審理權 我們星期四 我們講了一大問題 就是今週五 三位法官有了決定 他們的決定就是 三位的受理法官 推翻了辯方的申訴 即是說控方是有司法處理權 即是說他第一招過的 這邊就化了 即可以繼續審下去 他就是這樣的 因為那個規定是要多久之內 就要審訊 即要提出控訴 六個月之內 現在他已經過了六個月 但因為他的意思是 你事後再有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是一個持續的行動 所以這個其實在國安法的時候 國安法立的時候 已經是一直有這件事 因為香港很多發盲 香港發盲 我在什麼時候聽到 就是當年的時候 以兇襲警的故事 因為他以兇襲警的故事 就是一路有空撞 警察一路就說是非禮啊非禮啊 那就構成以兇襲警 你不說非禮就不算 因為你只是想屈的 這個香港的黃絲少了很久 黃絲他不太明白那些法律的基本意識 但是那些法律是沒有說過的 即是等於是二十三條 二十三條其實一直都是 我講過很多次 雖然但再講多一次 二十三條其實一直都是應該要過的 只不過是因為那些人就說 那些懂法律的作用 你沒有民選我就不過 但不懂法律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應該過 所以根本上整件事就是 是黑黑的發盲 而發盲這個世界上很多 而這件事也是 國安法所有事情都是 你所有犯的事 立法之前 立法之後你不再動 完全沒事 立法之後你繼續動 之前的立法之前都告完 這是一個continuous action的行為 所以這一個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是一個持續性行為 所以那件事是沒有莫得豁免的 那三位的指令法官也都說 他們是在限期之前加多一些控罪 但當時辯方沒有用這個超越時限的抗辯方法 又是那一句 你現在開審就用 所以說法庭判了 那就是控方繼續有一個司法審問 那件事就會繼續審下去 那預計的審判的期 預計審判的時段 大概是80天 正式進入這個程序 可能傳召證人 關於黎智英案之後 也會有大量的報道 現在才開始進入這個罪章 在80天 會有很多不同的證人登場 雖然是閉門審訊 不是閉門審訊 雖然很多人都說 那些消息不會流出來 但現在都正常的 全部都流出來 大家都知道 這件事實是有口的 看看情況發展如何 大家拭目以待 好了 我自己問你一個問題 你覺得黎智英有沒有機會 會在將來保外就醫的事情 我們兩個自己聊天 他是不是真真正正成為棄卒 第一 他和黃之鋒是棄卒來的 現在是棄卒 美國出賣人是不用本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做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 做美國的朋友是致命的 美國不是第一次出賣他的朋友 當初他對藍疫的時候 是怎樣的做法呢 不用了 例子多得肯 是的 當初那個記者寫了回憶錄 他說黃之鋒曾經多次要求 美國帶他走 而美國是不肯的 黎智英的人說 他是不敢走還是不遠走 大家不要知道 但黎智英由於先後 特朗普得罪了特朗普和拜登 他在特朗普選的時候 他是投注民主黨的 所以日日投注特朗普 到了特朗普得罪之後 很多人忘記這件事 特朗普得罪的時候 他在特朗普得罪 然後到特朗普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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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原來你只是乃西 你是一個非常沒有骨頭的人 就是說你這樣去拆掉西方 也是非常愚蠢的 就是說他在某些方面很聰明 某些方面很愚蠢 那個愚蠢就是 你作為一方之雄 香港的頭 然後你用什麼你是一個土豪來的 在香港你割離為王 在美國來的 對嗎?你是前線將軍 你幹嘛要去打這些仗 無緣無故要去哪個西人 你幹嘛要去選哪站 就是當時有人說Mark Simon害了他 所以整件事他本身是非常愚蠢的 在另一方面的時候 他很精明另一方面是非常愚蠢的 他已經是一個棄子的時候 我相信不會承認他保衛就醫 不同以前的時候 何況就是黃千鋒可能會好些 你一個黎智英現在七十多歲的人 我要去買你保衛就醫的話 你究竟還有多少價值呢? 黃千鋒可能你二十多歲 你三十多歲的時候還有價值 還有就是一樣東西 那就要看香港法治 香港不興保衛就醫 都沒試過 試過 試過很多次 但問題是你像丙豪一樣 你就死那一刻 是的 記錯了 明白嗎? 你就死那一刻你就可以 那些是真的保衛就醫 是真的保衛就醫 那些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香港保衛就醫 甚至你如果是葡萄牙法律 你都很容易保衛就醫 澳門你都很容易保衛就醫 但是香港就好像沒有試過一些政治事件 保衛就醫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有保衛就醫的國家 或者那些是大陸化的國家 即是中國大陸 或者西方文化的國家 是要坐足的 即是他們減營有很多因素 但是他們坐足的 就沒有抵抗 香港就已經抵抗了給你 數三分之二了 所以大陸那些全部都有重大立功 重大立功又過一些 然後保衛就醫又減營 很多奇怪怪的事情 其實澳門或者所有大陸發的地方 香港你都可以減營的 不過那些都是坐足的 你就沒有得 因為香港已經先減 他預先減給你 然後你犯錯 他再加回 所以是沒有列 不存在這個問題 現在很多在香港境外的 反華勢力 或者反港勢力 我發覺他們都在擦 拜登鞋 民主黨鞋 看來又落錯了 中東大選 就是 我不知道 因為 因為根據黃原信講 是拜登贏的 OK 根據黃原信講 是拜登贏的 所以 我們也是 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另一則新聞 今晚在本週18日 為三稅分流的第二階段 不同時段 不同收費 實施的首個工作日 立即發生了 篩碎收錯市事件 運輸署勒令以通行服務商 在本週內交出全面報告 運輸署發言人 亦在昨晚表示 調查 顯示 涉及 負責的職員 在更新修閉表時 並沒有清除某些指令 接著他第二個人接手上班 以為他已經清除了 用之前的頁面繼續去處理 結果出現了 在西瑞收錯費事件 經過警方調查 然後發現當中 沒有涉及任何刑事成分 這件事也很難有刑事成分 如何有刑事成分 但問題就是 香港的管理是越來越差 之前也說過 港式管理是越來越差 這就是中國的負責工程 但有些人說 以前古代的時候 中國建皇城、北京城 那些沒有負責工程 因為五店是全家抄斩 所以全家抄斩 事後都要找到你的兒子 那些時候 絕對不敢這樣做 現在因為那個人 我想他入獄的那個人 可能三雞野一個月 然後就接著 應該沒有三雞野 接著就插你兩人 接著就沒事 如果這樣死刑 或是高薪厚之下不同 現在的承辦商 也將主管停職 暫時是這樣 其年職不是不出糧嗎 我不知道 有沒有糧出 你才知道 但很奇怪 為什麼警方會覺得 是有刑事成分 現在有人搗亂 應該都是 是什麼意思 怎麼理解這件事 我不太明白 等於那個人明明是自殺的 你也要寫一些研究 即是有一個技術上寫報告 因為大家的時間 就浪費了寫報告 全部填表 那些事情 如果不是 我為什麼要寫 我們現在寫一個 你寫一個報告 你寫一個報告給我 搞定 大家當作沒有事情 明白嗎 我覺得其實很小事 其實就是 這些 作為電腦的指令錯了 不是 但問題 如果給我們很簡單 插兩東西 如果沒有軍事這麼說 那些人可以做不做 那就不行 就解僱他 所以就完成了 很多人解僱他 但他們就要 解僱他 解僱他 以後 保證不再犯 以後的事情 大家也知道了 這是甚麼事 現在不是私人工 就是政府機構 基本上 就要用 100倍的時間 寫報告 然後還有幾十個人 我有時候覺得 世界越來越電子化 或是我們叫做 人工智能化 有時候都會出現這些問題 好像你發現原委的收發系統 不用即場付錢 然後要電子化 就出現了這個問題 上個星期也有一宗 就是智能門鎖 不知道在哪裏 有一個公廁的智能門鎖 你也知道 我講返回大陸其實也試過一次 他有一個智能門鎖 他那個是因為 因為他說有個緊急掣 入實驗室按緊急掣 他緊急掣是你不懂得用的 那天我回大陸有這樣的經驗 我第一晚就在羅湖火車站住一間比較便宜的酒店 翌日才住一間比較貴的 那晚住羅湖那間便宜的酒店 翌日早上出去吃早餐 智能門鎖就出去了 想回去換一換鞋 必開不回 智能門鎖 嘗試了很多次都開不回 下了去下面的櫃桌 問職員怎麼辦 職員很厲害 職員說我奶 你是不是幫我換了那張智能卡 他說不醒 現在還未回來 後來我換了 但他說還未換 那我如何開門呢 他說我上去 然後我就一起上去 我以為他是拿另一張卡開 你明白的意思 很好笑 他拿了一條鐵線出來 然後在鐵線上 在智能門鎖旁邊有一條紙 便宜了 然後我 一片很深 大家全部都 因為他知道我要馬上進去 其實換一張卡是可以的 或者像你所說 有一張master card 但是因為那時候比較早 那時候是6.9 那時候要早 然後我覺得 這件事都挺好笑 他找一支鐵線在那邊 撩兩撩 然後開了那條紙 我講講講智能卡的故事 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很好笑 有了智能卡之後 大概是十年前 我去日本一間 京都一間 十幾年前 一間叫東家旅館的地方 一間很舊 村端康城也曾經住過 那間東家旅館居住 屬於日本應該是最貴的一間 村端康城 他的木樓梯等 他用一條這麼大條的鑰匙 用一條繩綁著進去 那時候我覺得 哇 真的 卡式到 那時候 我很記得我走進去的時候 他為了要有那個氣氛 他有一個人 是每十五分鐘 或者半小時 走出去 在一條走廊裡灑水 哇 但我說是用一個很古老 古老 但是我第一次用智能卡 智能手機 智能卡 智能手機 智能卡 是1990年的時候 聖地牙哥酒店爆放 聖地牙哥酒店 我第一次見到用這個 智能卡 智能卡 因為他也免得 一來來到的時候 智能卡終於完了 他就開不了門了 這麼簡單 日本就更厲害 日本的智能卡 如果是日本爆放的話 我想不是那麼多人住 日本的樂酒店 樂酒店 那些 總而言之 你全程都不用看到那些人 總而言之 我忘記了那個步驟 因為不想搞 但問題就是這樣 其實那件事也是後著的 他幫我打開門之後 然後我就好奇 因為那一棟酒店 一上去就有個升降機 直上每一個樓層 很多酒店都是這樣 然後 似乎你離開就才可以搭碟 那件事之後 我就去看一看 酒火通道 我去到酒火通道的時候 我發現酒火通道是要用智能卡開的 那這件事相當之尷尬 我心事又這樣想 其實是幾危險 因為他用智能卡鎖 當然我推下去 可能是會推得開 但當然會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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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怕了 沒有所謂 那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這些時候 都要好處理 還有我行李說一樣 我看到酒火通道門 理論上應該一腳都可以開到的 你一腳都可以開到 我可以開到 一腳都可以開到 最近腳都強了很多 那大家要小心 有什麼事情上來 尤其是去那些很密封 不開陽的酒店 真的要看清楚 酒火通道的處理方法 這件事非常重要 我覺得你直接推開去試一下 響警報就是警報 這些為了自己安全著想 好了 下一則新聞 全國港澳研究會 昨天在北京舉行成立十周年的研討會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發表重要講話 重點在於新的區議會誕生之後 已經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 為何夏寶龍先生在北京說話 其實就是香港現場的視像直播 所有的區議員和行政長官和重要的政商界人士都有去聽 夏寶龍說 現在香港進入新的階段 他點名上至政府管理團隊 至每一名市民都要將愛國愛港的滿腔熱情 轉化成為實際行動 將愛國者治港的優勢轉化成治理效能 並重申國家主義的習近平去年七月日訪港時的講話 強調要破除利益固化繁利 著力破解經濟社會深層矛盾和問題 這次的講話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說了 但是最重要的一條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求香港的政商界 要秉起一些個人的小利益 要以大局 或者國家大局 或者香港的發展大局 為先 現在就定了 政治局面穩定 要全力拼經濟 就要做好些工作 這個講了很久 不用講 昨天再講 要所有區議員再講 全國的研究會 就是國家民政部註冊 全國四民間學術社團 由港澳辦去主理 2013年在北京成立 有30家研究機械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718個 內地會員435個 香港會員212個 澳門會員71個 會長就是港澳辦事務 港澳辦的副主任黨組成員 鄧中華 而他任領導曾經是陳佐儀 徐澤 而且很多大媽媽都進入 現在就是鄧中華 副會長包括王于漸 王振文 我看到他 劉少嘉 齊鵬飛 吳智良 何俊智 陳瑞鴻 駱惟 建 很多副會長 曾建 很多 是 齊鵬堅 郭曼達 黃平 我知所謂什麼 有一天陳凱文和我講過 你知不知道是否 港澳研究會很早 證明 這是有這份量的機構 這個研究會很爆 沒錯 他的講話也有其重要性 夏寶龍也說了 希望大家要犧牲小我 要放棄小我 要完成大我 犧牲小我完成大我 是的 不要為自己的個人利益 不要為旁邊的小利益著想 要放眼未來 放眼整個大局 包括香港和我們祖國 是的 好了 另一則國際新聞 日本政府在22日舉行內閣會議 除了總預算案之外 總預算案都很厲害 今年的軍事撥避開銷 是破了紀錄的 是的 日本鬆綁 好像每年都有幾百%的增長 因為日本是 現在平均的軍費 應該是佔你GDP3% 日本是不到的 所以日本會一直加回到30% 是的 批准了 先說回來 這是另一則同一個會議 批准了下一個財政年路的國防月算 達到紀錄的559億港元 這是破紀錄的國防月算開支 佔全國國內生產中值的2% 也很低 是的 應該要佔你30% 所以會一直加稅 但是中國也會一直加稅 這個不是重點 日本的國防預算增加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通過了針對武器出口方針的修正 即日即日起 向美國輸出日制的愛國者飛彈 這是自從2014年 將武器出口三原則 修正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後 日本政府對於軍備輸出的立場 再一次出現重要的變化 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當然是不能生產 日本當時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根本就是軍事生產的強國 超級強國 但是打輸了之後 不能生產武器 不能有自己的軍隊 就是他的必然 但是在1967年的時候 曾經作過一次修正 即是說他們可以生產某些武器的零件 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他生產很多武器 尤其是鋒 不可以陷入一架坦克出來 他也可以的 他彈下的前面是自製的 他現在這架外國者飛彈 就是美國的飛彈 然後他那個日本 憲法第九條 他不准做 一路都是駕鎖 最初的時候 不准有軍人 到最後就有自衛隊 但是自衛什麼叫自衛的定義 一直都不定 其實中國一直在吵 但是其實日本人 美國覺得是我們佔領的 總之我們說什麼 你說什麼 我們定義是什麼 不是由中國決定 事實上美國是正確的 後來也是為了武器的定義問題 爭論了 還是怎樣才是武器 因為你最初可以自衛 可以自制 而這個外國者飛彈 第一件事就是美國有 license 給他做的 那天美國的字都做不及了 唯有 license 給他做 但是理論上是不能出口的 你不能賣 賣武器 賣武器 就是違反了原則 賣武器 現在就修正了 OK 但不是修憲 這不是水修憲 他只是憲法 賣武器 但不算是插入戰鬥 等於他加入維持和平部隊 其實也不算戰鬥 那你喜歡什麼都可以 如果是這樣 我可以 到最後 你可以說我強姦 但沒有體內射精 你也可以不算是強姦 你可以用這樣的定義 我都沒有辦法能夠去 或者有大安全套 我都不算強姦 你可以這樣的方式去規定的話 我都沒有辦法 因為是任你自己 你自己規定的 是 修正了之後 就可以令到日本的軍工企業 在獲得美國的授權之下 就是 license 生產外國者三型的防空飛彈 也能夠向美國輸出 協助聯邦提升防禦能力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其實真相就是 美國接收了這批 日本生產的外國者三型的防空飛彈 是會馬上去交換烏克蘭 是 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我真的很不明白 因為你之前有生產線在 你是做了很多年 難打多久 而且也是一個地區戰爭 這麼快就打了你的庫船 你的庫船究竟有多少 俄羅斯又打了庫船 我先補充一點 昨天的新聞報道也有講話 其實現在日本生產的 外國者三型的防空飛彈 就不會馬上交付烏克蘭前線 是補充美國的庫船 即是說他的庫船弄得七七八八 也都超過了某一個 即是可能說 我們的庫船要有一百萬支在那裡 現在沒有 即是這樣的意思 不會說沒有了 即是未去到烏克蘭 現在只是補充美國的庫船 即是俄羅斯也沒有了 俄羅斯也要朝鮮做 朝鮮說正啊 即是馬上賣完 即是他賣完之後 即是做飛彈 即是甚麼事 即是整個人醒神了 朝鮮都是一樣道理 大家幫你在街邊 幫你遙其立喊 那些全部都發財 是 日本不知道會藉著這個契機 繼續在他的軍備 和他的國防那裡鬆綁 我覺得 其實是他們想的 他們想的 但問題就是 日本也是一個癱瘓了 是一個癱瘓了的 軍事體系來的 即是他沒有一個 完整的軍事體系 所以其實是搞不定的 你覺得是搞不定嗎 即是不會變成強 因為他其實 他現在只是做國際導彈 即是這個是美國的 他沒有自己 他獨立研發 或者所有的能力 我不能夠說沒有 因為日本有獨立研發能力 但問題就是 很不完整 很不完整 你一定要和美國協同 那就是被人廢了工 那麼多年完整也正常 你要協同才作戰到自己 一個作戰 即是或者好像 我們那個C616飛機 那樣 你也要有人提供引擎 即是如果研發引擎 我們那個國產飛機 那個C919 剛剛來了香港的飛機 這個引擎還是自己製造的 引擎是 現在中國引擎 我不敢說 你現在的貿易 總之他做的是引擎自己製造的 未來一定是自己製造的 不一定 但是這一刻 即是這一刻 這一刻 這一架和這一刻 是兩回事 即是有一天賣向引擎自己製造的 不是 你聽我說 不是有一天賣向 是這一天和這一刻 是兩回事 即是現在在做的 一定是根據我所知 引擎自己製造的 如果沒有記錯 是 你可能看到黃絲的報道 不是黃絲 我們檢查吧 這是很肯定的 不是 你聽我說這一天和這一刻 是兩回事 是 你這一天賣的 以及你這一刻在做的 是兩回事 因為這架飛機很重要 如果它可以傾銷全世界 就不能頂 因為便宜過737很多 便宜三成 但是我都說這一天和這一刻 是兩回事 你現在正在做的 還有什麼 我們接下來 下一則新聞 我們說說 鴻海危機 你可以查一下 路透社12月12日報道 美國國防部21日報道 已經有20多個國家同意加入 美國近日發起的鴻海聯盟 我們昨天報道過 來保護鴻海的商業交通 不受到也門、胡塞爾武裝的襲擊 然而根據美國國防部顯示 至少有8個加入的國家 拒絕公開身份 那究竟這8個國家是誰呢? 差不多是八亞、約彈那些 應該也是 河南廣播電視大在新聞 引用消息 3月24日 由中國自主研發 適用於C919客戟 國產長江1000A引擎 首次裝備在運20 即是C919我都說了 是國產長江1000A引擎 可以嗎? 那個是用來做C19的 但是上次 雖然是自主研發 但是核心部件出現 上次發生故障引擎部分 就是美國CFM 即是說它當時的時候 當時的時候是正在做的 你讓我看看 慢慢來 但是國產長江10A都在測試階段 即是說它將會用國產長江A的引擎 未來計劃增加國產CG1000A 國產長江A的引擎選項 當然是很開心的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猜不肯公開身份的 那些國產就是那些 所以說 可能未必是沙迪阿拉伯瓦 但這些人一被知道就很麻煩 可能只是西班牙退出 有些人不敢出去 因為他不想得罪整個阿拉伯瓦 當然是 可能只是一些類似新加坡 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不會 不會 因為馬來西亞已經禁止了 你知不知道馬來西亞是一個 如果你去過以色列 你是不准喪失國籍 什麼 去過以色列沒有喪失國籍 馬來西亞和伊朗 你去過 即是它是極度反以色列的 噢噢噢 即是關於中途問題 所以它是最反義的一個國家 現在它已經直接和以色列 都關掉所有以色列的東西 所以絕對不是馬來西亞 反而它比較親以色列的 就是約旦埃埃及 以及阿沙特阿拉伯 就是巴林是唯一一個 參加的阿拉伯國家 但是幾十萬人口 七百十萬人口 但問題就是 已經國內不停示威了 如果他們一被發現 我不敢說他們什麼 如果他們一被發現 是支援這件事的話 是立即政府有機會倒退的 即是說你大佬你搞什麼 你政府搞什麼 即是立即沒有辦法發生的 所以會出現一個問題 但他們為什麼會參加呢 因為美國又要說自己二十國部隊 但實際上 可能美國應該有份參加 他們很多人派了兩個人去 是兩個 二 三個人去 那就叫做幫忙參加了 我們不是派軍艦的 軍艦就是 沒錯 有些說軍艦要自己指揮 但有很多國家派了兩三個人去 那就叫做參與了 他是派指導員 派什麼參謀去 那就叫做參與了 都是用過招 我又不是不參加 我參加了 不是 你老闆吹雞 那就不斷出兩個人 是 但是問題就是 老闆發難閘才會更多 老闆發難閘才會更多 老闆發難閘也不會更多 你這樣去 你得罪整個醫生人世界 是 還有自己國內也有一些反對勢力 所以 國內我想你的反對會很強 所以整件事是 當初打波斯灣是34個部隊 美國推出了沒有一半人 我記得很多 有些推出幾萬幾萬 美國推出十幾萬 到最後可能推出二十幾萬 總之好像是十二萬之內 如果這樣去做 這樣打 那別人有合法性 而且當初的時候 美國用了六個航空母艦群 今次用了四個去掠陣 但問題就是 你有兩邊打 因為 美國當時的時候 六個航空母艦群 你當時的時候 全部是科技特上的 現在你是兩面戰線 你是紅海 那你是地中海 你也要守 所以還有波斯灣 是三面戰線 波斯灣要監緊伊朗 因為它在伊朗 從波斯灣海路出去 才去到廿門 才去到胡塞武裝 所以整件事就是 還有就是 還有就是 南中國海也在搞中國 那麼 那麼 鵝匯你又來了 你幾次電視 你究竟怎麼搞呢 我也真的不知道 我舉了一個例子 我剛剛寫的文章 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 秦朝怎麼會亡呢 為什麼會亡呢 因為當時的秦朝是三支大軍 有一支大軍在北方抵抗 空爐 有一支南方大軍在南方打著白沅 然後自己就來彷彿 然後自己就來彿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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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彿 就 gehe後大軍力就是去向uksuks buyers去 Wirk 為什麼他們的軍隊在那邊 為什麽它們的軍隊已經在港 因為北方的時候是趙國打的 南方的時候是闖國打的 闖國當時是到達 mira answered 不然你自己打那邊 你全都會打那邊 你明白問題在哪裡 為什麼學習得挺好打 如果秦國兵團都在那裡 打那邊就啪啪聲 不敢賣你 為什麼 這些就是分別 當時的時候 明朝的時候 李智臣打到崇禎 亡國吊頸 吳三季就在北邊 清朝沒有打過 為什麼吳三季就是三季 就是吳三季一直打下去 打死李智誠 吳三季當時是在北邊抵禦的 你下不了 現在美國就是這個問題 兵船都分散了 當初的時候 日本人 中國艦隊全世界排第七 為什麼打不贏 有一個南洋艦隊 你有一半兵跟你日本人打 你有一半的艦隊 現在美國就會發現這個問題 你又要打 你又要鵝壺 又要以色列 又要中國南海 叫菲律賓挑釁 你說中國如果 軍演你怎樣 是不是 軍演你怎樣 還有國內也有很多問題 是的 整件事 美國搞什麼 當初特朗普是對的 特朗普說 我們先搞定你俄羅斯 不 我們跟俄羅斯 清港湖 然後對付你 跟金正恩握手 現在全力對付中國 對 現在你搞什麼 現在你又四圍火頭 現在美國的外交 所以就說 拜登未必可以再當選 其實他搞了一堆 問題就是 特朗普的人不相信他 而且擁有行政力 那些人都還未相信特朗普 特朗普已經跟俄太人投誠了 這也是關於國際新聞 聯合國安理會在四度推遲投票之後 預計應該在這一刻 就加沙的停火決議草案投票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這次美國的停火決議草案 會投一個贊成票 內塔利亞湖就會有很大的壓力 當然 當這個草案也多番改動 內文也多番改動 就是很複雜的事情 第一就是 以色列其實是希望停火 以色列是希望停火 已經提出停火 他交換人次停火 但現在是哈馬斯不需要 現在反而對方不需要 哈馬斯發現不要怕 我們死人不怕 你死人不怕 對嗎 因為你的經濟 因為以色列現在 這個就是川普出來的時候 我講的一個問題就是 只要哈馬斯頂得久 真主黨和胡塞武莊 那些全部都來 還有西方所有人都頂不住 整個壓力了 那以色列是哈馬斯覺得 不如一直打下去 我停了之後你再來 我已經付出了代價 那代價就是北加沙已經全被毀滅了 我停火豈不是很蠢嗎 對嗎 他已經付出了代價 如果是停火的話 以色列現在有一點點想 他們想是 有一點點想 所以是不行 就是想是 因為那個成本太高 想是在俄烏 烏道就說我們已經達成了戰略目標 戰略目標就是 普京拿不到他想拿的東西 是 就是說你想拿奧德沙 他也拿不到 而且也是成功地 烏克蘭申請進歐盟 所以就搞定 或者是 如果跟普京停火 你吃了這幾個地方之後 那不如給你烏冬什麼 那你烏克蘭就進了北約 好不可以 那整件事就搞定了 啟動入北約的過程 不是 啟動入歐盟過程 不是 啟動入歐盟過程 有排 北約可以進的 啟動入歐盟過程 但是你還要跟美國 你還要搞定 那之後就皆大歡喜 然後以色列的時候 我們已經報仇了 我們已經報仇了 我們就報仇了 我們佔領 然後隨便做些事情 然後就當作搞定了 有可能會做出一些這樣的事情 直接你剛才也說了 開了這麼多條戰線 搞了一鍋泡又不收了 因為現在他最嚴重的地方 馬上收了 他最嚴重的地方 他最嚴重是現在對湖塞武衆 是呀 忽然之間有紅海危機 紅海危機是最嚴重的 因為湖塞武衆 他只能封你 打以色列的時候 你還是沒有進去的 你紅海危機 然後真主黨那裡又來 又一直到軍閘 又一直到軍閘 那怎麼辦 那你當然希望 這裡停一停 軍火再進去 因為他一部分軍火 在紅海進來 所以他一封封你 而且整個部署 整個美國的面子 從來你聽過 只有美國封鎖你海域 只有美國封鎖你海域 就是給別人封鎖你美國海域 因為這個會牽涉到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紅海成為先例的話 你就會伊朗 即是湖塞武裝 都封鎖到你紅海 即是湖塞武裝而已 OK 那也是佔了一部分 但是 伊朗可不可以封鎖你波斯灣 對 伊朗可不可以封鎖 不可以封鎖 如果不是的話 你這樣說 現在幾個海峽 新加坡 波斯灣 那個叫做土耳其 土耳其已經是符 如果生氣了你 土耳其 新加坡 那個叫做波斯灣 紅海 這些地方 巴拿馬 如果個個當地勢力 原來他就不用怕你美國 那不怕 那不是這樣搞 那就不同 那是不同的玩法 是不是 現在這個紅海 你直接封了蘇伊茨運河 那你怎麼搞 當然是蘇伊茨運河 有多大的危機 現在你封了紅海 等於封了 曼德海峽 等於封了蘇伊茨運河 那你怎麼搞 我真的 我真的 在美國來講 在美國來講 這件事的危機 比以色列大大 所以他一定要大 所以 像你所說 他也要繼續收線 還不可以再放線 所以我認為 中國應該在南海做一次軍演 又要繼續收線 中國應該在南海做軍演 但是美國國內也不太穩定 有看一些美國的 我有追了一些美國的 Twitter 其他社交媒體 他們發現 我經常都會說一件事 就是通脹壓力很重 因為美國的通脹 普羅市民對於日常生活的物價上升 壓力是非常之沉重 所以他自己也要先搞定這些 中國就通縮 全世界有問題 香港的服務態度不好 總之全世界有問題 好了 再報導最後一則新聞 泰國內閣 12月19日也批准同性婚姻的草案 交給國會審批 國會下議院 將會在21日一讀通過 如果法案獲得國會三讀通過 並且得到皇室的同意 泰國將會成為繼台灣和尼泊爾之後 第三個承認同性婚姻的亞洲政權 也是東南亞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 泰國有這麼多變性都沒什麼問題 泰國一向都是同性戀 雙性戀和跨性別者 群體最開放的亞洲國家 泰國這個法律 泰國原本的法律 根本未能夠反映社會的真實狀況變化 亦都產生了對那些群體的歧視 今次通過這個同性婚姻法案 正正就是符合泰國的國情 對 本身所有的泰國 泰國最大謊的地方就是 那個人明明不是人要來的 他從小到大就雞日真日人宴 因為他爸爸沒有錢 不是變成是 直變成曲 這個是最離譜的 所以泰國是特別多的 因為他的直角馬咬曲 不是曲角馬咬直直角馬咬曲 這個是很離譜的 只有泰國才有 沒錯 我們講一下洪山半島的前見 講一下洪山半島 泰國都將會通過 這三條沒問題 台皇室基本上答應了 他會成為第三個亞洲國家 其實泰國應該這麼說 泰國人妖才是特色 對嗎 這個不是特色 同性婚姻合法化 又大麻合法化 泰國都越來越開放 泰國沒有王冠 泰國沒有王冠 泰國會變成一個法內之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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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緬甸一樣 所以你看一下局勢 去泰國玩一下 泰國會變成一個法內之區 一向都是香港人外有的第一個選擇 好了 講回大譚洪山半島的最後一宗 早前有四間獨立屋被發現有潛建 屋宇署和地政總署上個月就全查了 其餘85間的林海獨立屋 發現其中29間同時涉及潛建和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四十間涉及潛建和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總共有問題的獨立屋總數超過八成 只有十五間未有發現有違規的情況出現 第一就是因為它分三排 最外面很容易會佔用政府工地 不用了 最外面那一排在地牢多一層都是肯定的 所以那些就會佔用政府工地 另外就是裡面那些佔用不了政府工地 就是潛建 但是潛建有些有嚴重 有些不是很嚴重 那就是那些屋子那些什麼呢 就是很多情況 如果你說非法佔用政府用地 真的很尷尬 有個停車位 你在旁邊整間玻璃屋 或者搭個棚子出來 它不是停車位 它有花園 它有花園 有一些很輕微的 算不算潛建就很難說 總而言之 製造一些屋頂的位置 或者在天台製造一個給工人住的 都算是 是的 所以究竟是怎樣處理呢 我想應付獨立潛建的話 應該是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執法 因為你不能夠儲存一大堆 然後一次過執法 那你就會變成很嚴重的 很滋擾 很滋擾 是的 你說得對 應該是有一個規範出來 要怎樣做 其實它的規範有的 但問題是那個規範不會有 不是什麼 它的規範有的 就是要你還原 但是真的還原的時候很嚴重的 是嗎 你逐個來做 你等那樣東西 星星之火可以療癒 你等那樣東西變成慣例的時候 你才有一次過執法 你就是逐個捉 你就是逐個捉 我出來一兩個馬上捉你 是 因為你這麼說 鴻山那些 搞定了一些丁屋 怎麼說了這麼多年 當年林鄭月娥都說搞的 潛建問題 我先解釋一下 剛剛 我先解釋一下 現在做潛建有一點好一點 但是當年的時候 香港如果你沒有潛建的話 我想潛建的面積 相等於三四年的全香港的工業 你沒有了 就是拆了那麼多樓 明白嗎 當然 你拆了那麼多工業面積 那你本身的工業也不夠了 其實你現在拆潛建 在某程度上 你是有助於樓價的 有助於樓價就是什麼 少了面積 少了很多面積 哦 直接用面積來講 對 對 對 那你拆潛建 是不是有助於樓價 所以就是可以用這樣的邏輯來講 如果以前 我本來也不夠住 現在再讓我買 是不是 對 以前買洪山 你沒有地牢那一層 也不跟你交易 不是 自己做 以前我住的時候 是沒有地牢的 是嗎 我住的時候沒有地牢 那時候是 那時候是 大家初起的時候 一適合做 適合做 適合做 所以就不是很 看下政府會怎樣執法 我就覺得 這些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沒錯 你強行一刀切 是很嚴重的 是 大家 給些空間喘氣 窮人又要給些空間喘氣 有錢人我想也要給些空間喘氣 現在這樣說 但是社會仇富 現在 你老闆你不做 快點弄 我想 但是 有錢人 現在來說 很多都 現在在洪山有很多破産都不行 是的 自己本身應該五爐七雙 你搭樓正在供的生意不行 然後你現在拆的話 拆的話 你是會被釘 會被釘契 釘契你沒有了銀行按揭 然後你再拆的話 是不見了一兩千萬的時候 你是很嚴重 是 接著加密負貴出不了金 哈哈哈 加密負貴是全西貢的 又出不了金 很多 即是怎樣 幾樣東西夾著你 接著銀行 其實昨天還有一件新聞 我想提的 昨天就是 中國通過了一些關於打機的規範 是 即是不讓每天登錄 亦都不讓你 其實他講得很寬鬆 即是不讓你有道理去 即是不讓你有道理去打機 是的 即是幫你自動登錄 是的 自動登錄 亦都不讓每天登錄 亦都不讓那些武器 在任何的渠道做商業活動買賣 結果騰訊 還有一些股價應聲下錯 其實都很大件事 不過我昨天跟我老婆說 其實我們有小孩 其實要他們不打機 或者的方法 都是國家出手 這是我心裏的說話 其實要防止小孩沉迷打機 父母已經是無能為力 現在這麼多 父母現在是無能為力 因為根本上這樣說 因為國家不賦予父母去管教子女的權利 管教子女的老師都會說 你父母有什麼事 你家裡有什麼事跟我說 即是以前的時候 父母絕對權威 現在沒有 是的 難道你現在不讓手提電話開嗎 學校都要求你有手提電話 於是打機的問題 由國家出手是合理性的 我認為是正確的 今天的新聞時間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次的亞洲新聞時間再見 祝各位聖誕快樂 穿多件衣服出街 記得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